青春之歌 第一步 第二十九章 王小燕走进父亲的屋里,搭了着脑袋一言不发,好像有多大心事。 母亲急了,忙着问女儿,燕,你怎么了? 又是为功课着急了? 不。 小燕摇摇头,皱着眉,比平日更大忍气。 哎,怎么了? 跟我们说说呀。 小燕把头放在桌上还是不言语。 王教授走过去,搬起女儿的脑袋,慈爱地点着头,小燕什么事都不瞒着爸爸,好孩子,有什么难事对爸爸说吧。 爸爸,你们一定要帮助我。 小燕看看父亲,又愁愁母亲,满脸带着忧郁。 说吧,孩子,什么事叫你这么为难? 林道竟叫国民党坏蛋逼得非常急,他一个亲人也没有,我为他难过。 爸爸,咱们一定要救他,小燕说着掉下泪来。 教授和夫人同时惊疑地望着女儿,使劲分辨自己的耳朵里都听到些什么话。 爸爸,我已经答应他了,我们一定要帮助他。 你看他遇到的事是多么叫人气愤呀。 于是他把道竟的遭遇从头向父母说了一遍。 听完了,王洪斌教授把眼镜摘下向空中一甩,拳头积在桌上喊道,岂有此理,真正岂有此理。 说到这里,好像觉得自己太冲动了,他把话闸住,想了想,这才平静地说,好吧,小燕,别着急。 教林道竟也别着急,我们来想个好办法。 王小燕笑了。 他和徐辉所定的一切计划实现了。 他知道在定县当小学校长的他的姑姑纳尔正缺教员,怕和父亲直说不成,他故意绕了个圈子,激起父亲的同情和义愤。 果然不等小燕要求,王教授就提议把道竟介绍到他妹们纳尔去。 后来经小燕要求,他还同意护送道竟逃出北平。 不过当他们妇女一切商量好了之后,王教授却忧虑地,稍稍迟疑地告诫着女儿,燕,这是临道竟,我们义不容辞。 可是,以后,你可再不要多管这些闲事了。 这些有关政治方面的事,我们还是少管好。 读书,只有读书是你的天职。 小燕连连点头说,爸爸,你说得对。 我不懂什么政治,只是可怜临道竟。 第二天上午,王小燕拿着一大篮子水果来看道竟。 改变了他平日沉静的风度,还没进屋就喊道,小林。 怎么两天不去我家上课了? 病了。 妈妈叫我来看你。 道竟一见他,眼圈就红了。 两个人紧紧地抱着,半天不能说话。 过一会儿,小燕擦干眼泪,浮在道竟耳边小声说,今天晚上七点钟,你准备好离开北平。 你可以到定县我姑姑纳尔去教书。 你看这水果篮子里是一套男孩子的服装,六点多钟一定有些同学到李怀英和其他同学屋里串门玩,约着一起出去看电影。 趁他们一窝蜂走出大门时,你换好衣服戴上帽子也浑在里面走出去。 小燕一气说了这许多话。 恐怕说不清,她喘喘气,向窗外望望,又接着低声说,七点中天刚刚黑,人又多又乱,你很容易浑出去。 注意!要化好妆,要挺着胸脯妆男孩子。 咱们看不出,徐辉可知道,这个公寓的门外有侦探,她叫咱们要小心。 说到这儿,她看着道静笑笑,长长地喘了一口气,接着又提高了声音, 小林,妈妈非常关心你,今天她很忙,不能来看你。 我没有什么,过一两天就好了。 道静促着眉头说罢,也放低了声音,叫你们这多人来帮助, 还有徐辉,要是走不脱,连累了你们怎么办? 不要顾虑这些了。 徐辉说,舍不了孩子打不了狼。 从来没有这样兴奋过的王小燕摸着道静冰冷的手, 看着她憔悴的脸,担忧地说,看你的样子多难看,准是好几天不吃东西了。 到门口小饭铺去吃点饭吧。 不吃。 她又放低了声音,徐辉叫你吃。 不吃饭要真生病的。 糟糕,差点忘了最重要的是,你走出大门外就到沙滩靠近红楼的拐角处, 那儿停着一辆汽车,我爸爸妈妈全坐在车里等你,他们立刻送你上火车站。 说完小燕就要走。 道静一把拉住她,从衣袋里掏出夜间给卢家川写的信来, 说,你把她交给徐辉,请徐辉想法再把她交给卢家川。 卢家川。 小燕稍稍惊异地重复了一句。 对。 别忘了,也别丢了。 小燕看看到静微微一笑,不再说话就走了。 小燕走后,困惑人的问题仍在困惑着林道静。 帮助她逃脱的水果篮子就放在凳子上,但是她能否逃得脱呢? 三天,胡梦安限定的三天就要到了。 明天,那将是个不能想象的日子,一切一切都决定在今天晚上的七点钟。 小林,在想什么? 一个低沉的声音把她从幻想中惊醒过来。 她抬头一看,戴雨穿着一套半旧的自由布的学生装,手里拿着一个报纸包站在她面前。 她赶快从桌旁的椅子上站起身来,顺便把水果篮子往桌子底下一放,让她坐在凳子上。 老戴,你来了,真希望你来。 由于昨天的猜想,道静对这个人开始有了一点儿警戒。 但是这警戒究竟抵不过她对于朋友的热情和信赖,因此,她仍然亲切地和她握了手,并且热情地让她坐下。 带雨坐下后点着烟卷,盯住道静看了一会,才开口。 因为她一向是这样,所以道静也没有理会。 这几天生活怎样? 还在教书吗? 嗯? 道静心里不安起来了,告诉不告诉她最近的遭遇呢? 还没容她仔细思考,带雨点着烟卷又在讲话了,我看你气色很不好,是病了吗? 不,我碰到了非常倒霉的事情。 道静觉得发生了这样的变故,而对一个关心自己的革命同志隐瞒是不对的,尽管她的行为有点儿特别。 什么事情? 带雨的近视眼盯着道静,样子非常关心。 她把被捕经过和胡梦安的纠缠简单地说了一下,因为惦记着晚上的七点钟,所以她没有心绪和她多谈。 啊! 有这样的事吗? 带雨盯着道静惊疑地说,岂有此理。 反动派真太无耻了。 老带,你说我怎么办好呢? 只有三天,现在已经过了两天了。 带雨低头沉思着。 半天,她慢慢地敲着桌子,忧虑地探寻道,小林,你自己打算怎么办? 事情确实很严重啊。 老带,道静几乎想告诉她关于徐辉的计划。 但是任何人也不要叫知道这句话发生了效力。 她想了想下了决心,于是改变了口气。 老带,一点办法也没有。 我已经愁得三天没有吃饭了。 是这样的吗? 带雨抬起头来,口气变得很沉重。 那么,要想办法,你想过逃跑的办法没有? 没有。 没有地方,也没有办法。 你不知道,我们的门外就有侦探,我简直连大门也不敢出,好几天没有去教课了。 带雨对道静的话并没有引起什么兴趣,只是低头吸着烟,好像在思索什么,半天没说话。 道静摆弄着桌上的铅笔,心里烦躁而失望,为什么她就不像徐辉那样热情地帮助自己呢? 为什么她这样的冷淡呢? 她不说话,只拿眼瞅着她。 半天,她站起身,拍拍身上的土,对道静低声说,小林,别急。 先对幸福地应付一下,我回去替你想想办法看。 想到了,就来告诉你。 谢谢你。 道静轻轻地说,心里忽然非常难过。 带雨握握道静冰冷的手,便转身走出大门去。 也许,她也能替我想出办法来。 不过,也许太晚了。 道静坐在床边又胡思乱想起来,竟忘掉就要逃走的事。 突然,她看见了放在地下的水果栏,这才想起了应该准备逃走的事。 于是,她不再想下去了,赶快把那一套男孩子的西装拿了出来。 这时已经下午四点多,李小燕交代她脱逃的时间只有两个多钟点了。 道静正拿着那套西装忐忑不安地向身上鄙视着,林道风忽然又走了进来。 她神色惊慌,颓丧,头发蓬乱,衣服满是皱褶,西服领带也不见了。 她不再看椅子干净不干净,也没看姐姐往箱子里放什么东西,一屁股坐在椅子上,红着两眼看着道静说,姐姐,我被捕了。 你救救我。 道静吃了一惊,什么。 你也会被捕。 真的。我从你这儿出去不久,只有两个钟头就叫警察捉去了。 他们打我,说我和你都是共产党,都煽动暴动,真冤枉。 道风掏出手绢,这回不挖鼻孔,却擦着泪,姐姐,救救我吧。 只有你能救我。 什么。 我能救你。 道风低头抹了一阵泪,半吞半吐地说,我当我要被打死呢, 谁知后来来了为胡先生救了我。 他说他认识你,他和气地对我说,你能救我,他说你知道怎样救我,他就叫我上你这儿来了。 道静低头响了一阵。 经过徐辉的教育,也经过和弟弟第一次碰面的教训之后,他变得激紧一些了。 他没有再向弟弟说教,也没有大骂胡梦安。 沉默一会,他抬起头来,和颜悦色地对弟弟说,小弟,别难过。 胡先生叫我救你。 对了,你是我的兄弟,我怎么能不救。 不过。 不过什么。 道风惊喜地紧追问。 不过那个姓胡的太性急,太粗也。 前天拿枪吓唬我,这两天又放侦探跟着我。 吓得我饭也不敢吃,绝也不敢睡。 如果他态度好一点,我,我也许,道静冲着弟弟微微一笑,不说了。 道风脸上的忧虑灯石消失了。 他拉起道静的胳膊,欣喜地摇晃着,姐姐,谢谢你。 我也代表零零谢谢你。 你多好,你说胡先生粗也。 可是,我看他挺和气呢。 道风狡猾地笑了笑,附在姐姐耳朵边,看样子,他很爱你呢。 他也很有钱。 道静的脸煞石长红了。 他竭力按捺着怒火,摇摇头,你不要胡说。 那家伙不是好东西,呃,我问你,姓胡的叫我怎么救你呢? 他,他说,只要你答应,答应,他说和你说过,你会明白的。 我想,反正你和他接近点,好一点,他就会高兴了。 我答应吗? 道静带着困惑的神色低声说,他陷我三整天,还有一天多呢,我还得好好想想。 你现在就去告诉他,他要再压迫我,总教侦探跟着我,我干脆拒绝,如果他对我尊敬点,好一点,那么,后天我一定答复他。 答复他什么? 道风又有些着急了,姐姐,为了我,为了父母只有我这一个儿子,也为你自己,你一定要答应呀。 别着急。 道静推着道风走,反正我不会让你受苦,我也得救自己。 你去告诉他吧。 我谢谢你,姐姐,灵灵也谢谢你。 那我就去告诉胡先生后天答复他。 道风露着起怜的惨笑,一边走一边向姐姐鞠躬。 嗯,放心吧。 道静送道风到大门口,看见两个便衣人挟持着他上了洋车。 他们把道风坐的车夹在当中间,洋车就迅急地拉走了。 道静站在大门口正在望着坐在车上的弟弟的背影,忽然他回过头来,用垂死的羊羔一样的眼色向道静一瞥,道静的心立刻软下来了,他忽然可怜起无辜的弟弟。 走回屋里,他坐在桌子前心情沉甸甸的,斗争下去,不要前瞻后顾。 他突然站起来,脸上露出了坚毅的神色。 他的决心刚刚下定,院子里纷乱的脚步声,喧笑声就响起来了。 陆陆续续几个邻居的屋里全来了客人。 学生们高声笑着,嚷着。 小小的公寓在黄昏的暮色中骤然热闹起来。 道静上好屋门,赶快换着衣服。 他里面穿着自己的衣服,尽量多穿了两件,外面照上西装衬衫,西装裤子,把头发使劲往上梳着,梳着,七点钟,看看七点钟就要到了,他的心跳着,剧烈地跳起来了。